今天來示範一下 如何安裝這個LED燈 新款的LED燈 這個是 有附贈這個快速接頭的LED桶燈 這麼薄 那我們看一下 原來的桶燈 這是廚房的桶燈 我們把它拆下來看看 這上面還有含電壓器很重的 這個就是舊的桶燈 很大個吧 好 那這怎麼辦呢 就是把它 電源線剪掉 有電也沒關係 直接可以剪 用這個 絕緣的 老虎鉛可以剪掉 這個收起來 那 剪掉了電源線呢 直接用這個撥線鉛 撥掉一公分 這樣 這樣就有一公分 好 那我們拿起這個 剛剛拆的這個 新的LED燈 然後這個 快速接頭裡面有 LN 這個 隨便認了一個 插最左邊的一個 把它按下去 這樣就很好插入 電源線把它插入 最左邊這個 最右邊這個插入 這樣 是不是就亮了 亮了就成功了 你看 這樣的線組是不是比 之前那個 還 簡單了 然後剩下就把它塞進去 塞回去天花板 然後這裡有一個彈簧 彈簧左邊 把它扣 扣進去 扣進去天花板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扣進去 這樣 這樣就 好啦 所以非常快速 這樣 以上呢 就是一個傳統的 省電燈泡 我們把它換成 一丁燈的情形 非常快速 就用這兩支工具 一個老五錢 一個 撥線錢 電燈都不用關 很安全的 非常快速的就換完了 好 以上 分享 這樣 我先卻 藥 interrupt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